大家举杯庆祝 桌上摆满了大鱼大肉 台湾人吃太好 体内累积固氧化物 就会产生慢性疾病 橄榄油渣制成的营养品 被视为抗氧化的盛品 但是药署在动物实验发现 这类的营养品 对胎儿孕步有影响 生下的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的是 头尾比较小 头臀镜比较小 身高比较矮 长大之后 他比较容易肥胖症 比较容易有三高 比较容易有中风 心肌梗塞的问题 液者将橄榄栽下来 榨成油之后 从剩下的橄榄渣里面 萃取出了抗氧化物 抢击落醇 加入了营养品当中 标榜吃了 能够综合体内的过氧化物 虽然国内还不允许 加进食品当中 也没核准进口这类的营养品 但实验已经证实 对胎儿有不良的影响 因此食药署严尼 未来进口时 将将助孕婦 及婴幼儿不宜食用等境遇 现在已经进入预告期 今天开始做60天的预告 征求各界的意见 那目前使用的规范 是以15%到40%的规格 那最后的使用量 每日的使用限量 是在20个mg 食药署这项草案 未来正式实施之后 如查获了食品 使用原料不符规定 可依食安法 开罚3万到300万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